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有瞎瞎说 日常虐一虐自己 告诉自己 这内鱼不需要同情和善良 是啊 当年百家围剿的仇 我们不会忘 那条活路是我们自己披荆斩棘走出来的 而非谁人退让 来吧 虐一虐 相信 再一次擦干眼泪时 再一次神域伤口时 你 我 我们都会更爱他 2020年4月28日 工作室晒出了肖战的捐赠证书 结束了那场乍捐的残忍屠戮 小飞侠看到肖战的捐款额哭得稀里哗啦 我们的宝贝 零钱也不曾留给自己 2020年3月1日 那串我在的文字 那份疼着却温暖的呵护 你又能受得几分 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治国绝望 却不肯哭一场 你是否记得那天 因为一句谣传 野人将何老师骂上热搜的那个下午两点 肖战先生发微博只说了一句话 给大家添堵了 请不要伤害到别人 你可还记得 当时的你在何方 又是怎样度过 又是怎样的哭过 工作室道歉的热搜爆红时 野人在热搜里无所不用其极的辱骂 诅咒 而瞎瞎哭得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才好护住他 2020年5月10日 肖战先生仍在公益直播间 却不知一场浩劫已在路上 那次的教师事件再一次将肖战和小飞侠推上风口浪尖 他被逼着和小飞侠切割 他说 我不需要应援 2020年6月16日 后援会解散时 我们哭得很大声 我们想不通 为什么要对一个一点错都没有的孩子下如此死守 你还记得摁个棒这个梗吗 我们再回忆一遍 事情原味如图所示 一张图片 但可以让人泪流满面 瞎瞎哭着说 我不害怕我被骂 但我害怕找不到那个失联的他 记得 我们和他失联过好多个小时 好多天 好多个月 是的 我不知道他到底承受了多少 我数不清 拎不清 但我可以打个比方 那就是所有人的卖惨和虐粉落起来 在他的承受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可敬可配的是 我的宝贝自始至终没有卖过一次惨 没有说过一句疼 没有喊过一次冤 只是皱着眉头说 想不通 只是笑着调侃说 肖战 你要好好活着啊 可还记得那个在立牌前红了双眼的女孩吗 我记得 还感同身受地哭过 因为我也是那般心碎过 心疼过 我整理了证据 别让他看到 我记得啊 因为野人的各种造谣辱骂 小飞侠夜以继日地整理证据给律师 小飞侠们害怕肖战会看到这些血淋淋的证据 他们不舍得让他难过 所以小飞侠以这句戳心的话作为文件名 我整理了证据 别让他看到 还有那块在风里飘扬的无字的红布 那场盛世红海 是的 关于肖战和小飞侠的回忆 每一周都是弯心之痛 我不知道我到底哭过多少次 但我知道发呆的时候会哭 看文字的时候会哭 看视频会哭 没来由的哭 我不知道他那几个月是如何度过的 但我忘不了我是如何挨过来的 似乎有人用力隔空把我的五脏六腑都揪紧 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怎么呼吸都不能放松 怎么呼救都无人应答 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 紧张 恍惚 恐慌 担心 甚至有过无底的绝望 我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他好不好 不知道睡不睡得着 不知道他是否也和我们一般绝望 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更可怕的刽子手 等着屠戮我们 在那个找不到他的漫长黑夜里 常常会胡思乱想 他会不会做出让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决定 离我们而去 再也不要我们了 害怕他和我们一样在某个角落 崩溃到抓天挠地 害怕他再也站不起来 穿过绵绵枪林弹雨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不敢问他在干什么 过得好不好 还没问就失了眼眶 我以为我忘了 但当我看到某个名字 某个地方 我还是会吓一跳 想起那三天三夜洗不清的热搜 想起四面八方的漫马和震天的喊沙 想起那些睡觉都会经坐起的漫漫长夜 我没有能力保护他 我们这么多人保不住一个宝贝 我该怎么办 我做公益 我捐款 每帮助一个人 每捐一次款 心里都会想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福报 就让我的那些福报都降临到他身上 我一分一毫都不要 哪怕永远不能见他一面 只要他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就好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没办法啊 凌晨三点睡 四点就醒了 不敢看微博 只能一遍遍看他的视频 听他的采访 边看边哭 害怕他退圈 害怕他离开我们 我便疯狂地做数据 希望这些冰冷的数据 能留住他在眼前 在屏幕 我疯狂地买谨剩的代言 希望商家能看见他的商业价值 希望能有人帮帮他 一切如梦 一切又不是梦 梦终于醒来了 只是很长很长 长到我们筋疲力尽 但我们不曾放手 因为相比累 我们更害怕放手之后的痛 害怕失去他的无助 害怕再也看不到他的永久相思 我们一路上所练就的铠甲 早已经和身体融为一体 再也没办法卸下来 也不想卸下来 因为我们是被打怕了的 我们随时坐着保护他的准备 因为他曾以一人之力 站在最高的风口浪尖上 张开双臂 把我们挡在身后 因为他在最难的时候 也不曾抛弃我们 不曾抱怨我们 因为他身处黑暗 却把一身光环打开 供我们照亮 给我们向前走 向上攀爬的力量和能量 简单的愿望却变成了奢望 2020年 侠下们的愿望简单的可怜 不求大红大紫 但求我们的宝贝 身身历历 健健康康 好好活着 所以请记住 我们的爱只给肖战 其他任何人都不配 甚至同情 甚至怜悯 甚至唏嘘 甚至眼神一缕 都不给 还好 我们冲过了刀山火海 我们欣喜地看到他涅槃重生 高处不胜寒 已经威胁不到 他的商业价值和地位 因为他从低谷而来 从巅峰陷入 又回到巅峰时 他应该可以轻松驾驭 高空的清凉和空旷了吧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魄力 不是吗 更难能可贵的是 我们和我们的肖战先生 依旧初心不改 怀抱垂帘 热爱这个世界 热爱生活 向阳而生 今天的肖战已非往日之人 而我们也跟着成长了许多 未来还很长 我们陪伴着彼此 一路走 一路还歌笑语 一路收获幸福 最后送上几行诗 表达对肖战的喜欢 喜欢像一块土地的你 因为在他星球般的草原 我别无其他星星 你复制了不断繁衍的宇宙 你宽广的眼睛 是我切自己毁星座的亮光 你的皮肤颤抖 有如彗星 划过雨中留下的纹路 我爱你 不知该如何爱 何时爱 打哪爱起 我对你的爱直接了当 不复杂 也不傲慢 我如是爱你 因为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 是的 我如是爱你 以前 现在 以后 你真的已经忘了自己 是如何爱他的了吗 不 我没忘 我记得 我和小飞侠同在 我和肖战同在 我和小飞侠同在